需要做什麼東西呢 除了刪除列之外 所以我剛剛有扣刪除列 當然扣刪除列我是用那個VBA寫的 當然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錄製聚集的話也可以 你也可以試試看錄製聚集 不過你會發現錄製聚集下來的結果 其實它程式至少超過10行20行 一大堆東西 所以 錄製聚集有時候是階段性的 如果我自己會寫VBA的話 其實我基本上就不錄製聚集 為什麼因為錄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亂七八糟的 而且有的時候反而 沒有那種很 就是很乾淨的那個程式 OK 所以像你會發現這個上面東西錄下來 其實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把它刪掉 比如說像有些其實有很多都不需要的 你也可以把它試著刪刪看 那你想說這我怎麼會知道 其實不用你可以在query table上面我記得按一個F1 F1之後的話呢 他這邊會跳出什麼相關說明 好像兩個吧 其中一個就是query table 然後他會解釋就是 這個query table 物件 好像不是這一個 應該是 第二個吧 這query table裡面的哪一些屬性 哪一些參數 是需要的哪一些是不需要的 我記得好像這裡面他有 有一些相關說明 給大家再找一下 沒有沒有顯示出來 那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哪一些需要哪一些不需要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 我剛剛快速做一遍 不過好像有些同學 對這個功能還是不太熟 所以我再把那個 這個功能給錄下來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第一個 這個是最後做完的 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先把那個 這個資料再下載一次 資料剖析沒有 所以我們後面再 錄一個資料剖析的聚期 然後達到我們要的功能 所以再來的話 先 我先把這四個字錄製 那一的話特別注意喔 先彩排一下 二的話呢 先 開發人員 錄製聚期 名稱的話要知道口析好了 按確定 那第一個特別注意喔 你需要做什麼呢 記得優標先不要放在B2 我先做什麼呢 第一步 1我先把優標放在 D D1上面 然後輸入1 然後呢 按Ctrl鍵 向右拖拉 產生1到6的號碼 欄位名稱 再來的話呢 那優標放在 B2 Ctrl 特別注意喔 選取 要剖析的話呢 不要選到B1 不然他連那個 欄位名稱都幫你剖析了 你要選的是 你要剖析的那個範圍 那優標放B2之後 Ctrl Shift向下 我是建議用Ctrl Shift向下 為什麼呢 因為Ctrl Shift向下 將來他會抓最下面一列 但是如果你用滑鼠去選的話 他會選到的就是固定的 用鍵盤 Ctrl Shift向下會抓的是 自動抓最下面一列 但是如果你用滑鼠選的話 他選的會是固定的 以後如果變動 那將來他就不能改 除非你自己在修改那個VBA程式 再來的話呢 資料 資料剖析 剖析 分隔符號下一步 鬥點打勾 下一步 剖析到哪裡呢 剖析到 第 2 所以這邊的話選這個 選第2 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完成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把 就完成我們要的 那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 開發人員在提子錄製 啊 對對 這個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還不能按停止 還好 不其實也 如果你忘記也沒關係 假設你不小心給他停止掉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在錄製一個刪除必然 或者是說呢 還有一個方法 像我有時候也常常忘了 所以我前面講說你要彩排主要原因在這 應該你忘 所以 錄完之後 也不是這個 資料剖析 這個先刪掉這個多的 OK那其實我的習慣是 我前面講過啦當然你可以把這個步驟有沒有 1 單引號 這1是做什麼 2做什麼3做什麼 自動在 最後如果少一個動作的話你可以在這邊自己加一行 如果你要把B欄給刪掉的話你可以打一個什麼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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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符 第幾欄呢 第2 B欄你可以這樣子 B 點什麼呢 Delete 這樣也可以啊 OK 所以如果你roll了 這樣也OK 或者是說你這個不用 用2也可以啊 他有兩個敘述 第2欄也OK 你可以給B欄 或者給2 這個感覺跟那個Sales物件有點像 只是差別就是少了一個東西 OK好 那我們最後的話來試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資料幫你剖析出來正確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 這邊 再讓他重跑一次 所以這邊資料 這邊先把它刪掉一下 然後確認一下他資料剖析是OK的話 那就可以再怎麼樣 剖析出來了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有資料剖析 所以你就是可以在剛剛的那個 程式呢 再加一個什麼呢 再加一個 Core 資料剖析就可以了 那最後 自動調整欄寬 我是覺得不用錄 因為一行就可以了 你要錄也可以啦 如果說你不用錄的話 好像叫Column Column Column 點 自動調整欄寬就Auto 什麼呢 Fit 有沒有 所以其實就這樣 這樣就自動調欄寬 那你要錄製也可以啦 我錄下來好像會很多行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自動調欄寬了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補了一個 資料剖析 然後最後自動調欄寬 這樣的話就完成 所以最後的話我們再試一下 就是開一個新頁 然後直接執行一下 我們的 P次的大樂透下載 這個是完成的 所以 從剛剛這個地方 刪除列 剖析 自動調欄寬 試一下 這個中段點 這樣看起來 比較 第一個是全部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幫我把那個 列給刪掉 我剛剛有同學問說那個 刪除列能不能更有效率一些 當然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 如果他並沒有太慢的話 你就 這樣也OK 至少是電腦在跑 不是你在跑 OK 把它全部刪掉 再來資料剖析 剖析的話呢 他會幫我剖過來 OK 然後呢 再自動調整欄寬 OK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以上